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 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 伴随着这熟悉的歌声 让我们一起回忆 那朵盛开在二十世纪的香港之花 那朵盘着这熟悉的歌声 望着天一片 只感到情怀恋 我的心有似小木树 远景不见 但仍向着前 谁在命里主在我 每天挣扎 1982年 华星娱乐成立唱片部 举办鲜秀歌唱大赛 19岁的梅艳芳和姐姐一起报名 最终梅艳芳凭借许晓风风的季节 斩获冠军 自此开启了歌坛 自此开启了歌坛 吹呀吹呀这风吹 没个眼眸里 良静的眼泪 吹呀吹呀这风吹 爱想通通带走 远方来是谁 前缘华星后 顾家辉立马为他写了一首《心寨》 歌曲已经推出 便登上电台中文金曲榜 霸榜四十三周之久 明明用尽了努力 明明事事都不计 为什么万般痴生 都等于往昔 原来今生心债 常还不是一世 千代千生难古改 刚出道一年的梅艳芳 还未有突出的个人形象 一脸的清纯带着些许的羞涩 唱片公司也塑造她 纯情女孩的人设 但也令自小跑江湖的梅艳芳 饱受媒体共计 为了挽回局面 梅艳芳找到了当时 泼妇盛名的时装设计师刘培基 两人一拍即合 自此开启了百遍美艳芳时代 我要你看尽我的决心 相信我的柔情 明白我给你的爱 一转眼前尊流氓 虽然如所不回头 而我往常付出不保留 天知道什么时候 提点愿意会分手 只有能爱就要爱个够 我要飞越天下秋冬 飞越天上万水 带给你所有沉醉 从第二张专辑赤色梅艳芳起 开始转型 一早之前的阴霾 拿下五百金销量 在刘培基的包装下 她潮流浅卫 充满中性气质的坏女孩造型 让她成了歌迷心中的东方麦当纳 她唱过坏女孩的叛逆 也唱过四世故人来的典雅 唱过烈焰红唇的性感 也唱过梦里共罪的传统 她的风格是中国与西洋的结合 仿佛香港这座城市的时代文化缩影 前世故人忘忧的 你可曾记得的 欢喜想被我 生死时不想转秘 行台上轻轻 话台下我 不是我跟你 逐尘渺渺天已茫茫 将你跟我分开 也是在1985年 梅艳芳遇到了她的初恋 靖藤真言 她是当时日本的偶像男星 有不少歌被翻唱成中文 其中最知名的 就是梅艳芳的《夕阳之歌》 和陈慧贤的《谦谦雀歌》 在歌坛如日中天的美艳芳 影坛也有她的身影 一部胭织扣让她登上金马奖 金像奖的领奖台 她的一生几乎能拿的奖 她都已经拿过了 《奇妙在哪天》 《重远》 《数尽千半相思》 《奇妙不再宽负我》 《刺心地惯着》 《人被你留住》 时间来到2002年 梅艳芳举办《奇梦幻》演唱会 邀请张国荣做演唱会嘉宾 那时张国荣已经患上了抑郁症 两人最后一次合唱《缘分》 和《芳华绝代》 唱尽了两人的缘分 野陈 Więch оп 《奇妙不再宽负是5 wave》 《奇妙不再宽负是6 wave》 《奇妙不再宽负是6 wave》 《奇妙不再宽负是6 wave》 张国荣逝世后 梅艳芳也没有熬过那个冬季 2003年11月15日 是最后一场告别演出 一曲《夕阳之歌》唱完 台上的梅艳芳便潇洒大喊拜拜 挥手和这个世界告别 借赞你再翻 打个开头我梦想是平淡 曾如尚计多风雨伴 已知我交错无患 曾如你真心的悲欢 换我走过温暖 不过众心灰淡 到时分较过渐在一关 一只相适得归去返回 短短四十载 他将三十六年的芳华 都留给了舞台 如今一别十六年 恍如隔世